红通通的 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视频显示 中共当局近日将位于昌平西关环岛的李自成雕像搬离 有大陆网友表示 李自成雕像从最初的德胜门搬到西三旗 又搬到昌平西关 这回不知道又会被搬到呢 在视频留言区 许多大陆网友留言 暗示中共心虚 害怕发生民变 当前中国经济萧条 失业率飙升 民众生活艰难 抗争事件此起彼伏 心虚害怕虚弱至极 恐怖症发作 源于内心的恐惧眼不见 心不惊 不要随便裁员 失业后果挺严重 游民是不是流寇的意思 哈哈哈哈 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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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有高人指点了 李自成雕像被搬离 在海外社交平台 平台上也引发热议 其实中共自己也知道 大势所需 崩溃在即 所以努力做好 预防压死骆驼的 每一根稻草 这在中共内心深处 到底是有多怕呀 不知道是包子 习近平 自认识崇真呢 还是包子的狗腿子 认为包子是崇真 不拆 大家还不知道 拆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当年使进歌颂李自成 洪秀全 陆林赤梅 造反有礼 现在发现 再继续歌颂下去 老百姓要结干起了 危机四伏 先从死的入手 据说那棵歪脖子树 早就派人站岗了 起因是 有人在树上挂包子 已经如热锅上的蚂蚁 惶惶不可终日 早期的共产党 把自己当作农民革命的代表 所以肯定一切农民暴动 就给他们修雕像 以示纪念 现在共产党做了统治阶级 最害怕的就是百姓反抗 这些颂扬农民革命的雕塑 时时刻刻在提醒人们 祖先是如何反对暴政的 这等于教唆 现代人反抗中 共 国政府 中 共 国政府 国政府 的 借 那 你 不 因为 我们 把 到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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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我们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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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